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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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贤 這也是池上的大坡池 前一日傍晚的潮濕天氣 蔓延到了隔日清晨 讓今日的南橫之心 帶來了點不確定性 好在進入南橫後 雨留在了平地 只有雲霧跟著上來 沿途順遊了恨 記憶中不盡相同的霧露炮台 印象中 炮台在一座車輛可以抵達的公園旁 但畢竟也是十多年前的事情 與現實有所出入 在所難免 請進天龍飯店稍作停留 請進天龍飯店稍作停留 而一旁的天龍吊橋則尚在整修中 續行一段不算短的路途後 我們來到了久違的向陽森林遊樂區 由此開始到梅山口為管制路段 因此必須下午2點前通過才行 受限於通行時間上的限制 所以只走一小段 到荒廢的遊客中心便折返了 通過管制點行經大觀山隧道 以亞口一帶 由於路旁停靠車輛滿意 且雲霧厚重無盡可看 所以便沒在逗留 直往天池的方向邁進 在這裏面上的路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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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著陡峭的階梯,我們上到了長青池 過了亞口後,天氣完全放晴 藍天白雲下的山景,才盡收眼睛 與仙人稍作之意後 在右後方一旁的階梯向上前往天池 途中會經過絕美的中枝觀步道路口 希望以後能有機會來好好走上一段 下到山凹處的天池 池子不大,水色也一般 不過四周靈印包圍 找個池盆樹蔭下發呆休憩 倒是很不錯了 尾塵池 繞過天池,來到另一側的景觀點 可惜視野大多被攀上的雲霧所遮蔽 而一旁則還有設置氣象觀測設備 尾塵池發現長青池旁 其實還有做木棧道 比起正面的長階梯 木棧道要緩和好走多了 而土中銜接的休憩平台上 也正巧勝開著美麗的紫藤花 離開天池 離開南橫 之後開了好長的一段路 終於是在天爺時抵達了賈仙 用完晚餐來到賈仙貓巷散步 正巧遇上了值班貓園 不過看樣子 他似乎沒打算為我們做導覽 只好只行四處看看 我看見沒有問題 在天爺時抵達了 在天爺時抵達了 而今日的行程也在這夜下漫步中畫下句點